大約兩天前在聯合國安理會 每一個國家的代表基本上都一齊出來 指責以色列 這條片我本來打算跟大家播放的 這條片比較長 不要浪費大家太多時間 我很快去錄一錄給大家看 首先英國 英國外交部的事務部長就說 以色列應該持續限制人道援助 沒有任何藉口 應該盡快要恢復承諾 現在他的承諾背道而馳 所以他就想要用最強烈的措施 要呼籲以色列 盡快兌換把大量的人道物資 送入加薩地帶 第二個代表就來自 烏拉 烏阿拉 歸阿拉 歸阿拉的代表 亦立刻聲明 加薩的戰爭必須立刻停止 既然履行就是 聯合國的規範 不可以 一定要確保加薩人民平民的福祉 等等 另外這個就是阿爾瑞利亞 一樣 就說現在 以色列在加薩第一次人權的 一種 集體懲罰行為 不符合國際法和人權組織 另外這個就是斯洛文尼亞的代表 亦都呼籲要全面落實 所有 就是 聯合國的要求 另外就是拒絕 一切的仕途以饑我 折磨作為 加在加薩人身上的企圖 另外這個就是 馬爾他的代表 亦都要求要人道援助的自由通行 另外這個亦是馬爾加 這裏他繼續說話 比較長一點 還是他在說話 接著就是 韓國 韓國之後 就是日本 日本的養養要求他 要現在措施 這麼多單位等等 中國代表 指出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這個就是 塞拉利朗 我們一直看下去 包括美國也好 都明確向以色列表明 必須解決 這個無可爭議的人道主義的危機 至今為止 在美國干預之下 以色列已經採取一些重要的步驟 是不是呢 我們和大家看第二條片就知道 要恢復向北部地區提供援助 也要在未來持續改進 就是 加薩地塔人 接著就是 巴勒斯坦代表 說完之後 以色列的代表就在這裏反爭 就和大家聽到反爭了 這些片我會放 在接鏈上 大家可以自己過去看 這條片是用英文 和國語 中國代表用國語 其他代表用英文講 也有中文的翻譯 大家可以看到 接著和大家看第二條片 就是 在 France 24 我們看到 准許進入加薩地帶的救援貨車的數量 在戰爭之前 說的是 10月7日之前 平均 每個月 每日有500輛貨車 進入 在10月 那天 那個月 跌到每日只剩9架 去到大約 二四年的四份 在國際壓力之下 數量稍微增加了一點 剛剛上個月 美國向以色列 發了一個 所謂的最後吞 通疊 浪費時間 給他 要他把每日 進入加薩地帶的 貨車的數量 升到大約 350架 每日 但是 去到 10月 在這個 美國壓力之下 仍然 只是維持到 每日大約 37架 離開美國要求的 相當遠 11月到目前為止 稍微好一點 我們見到現在 以色列根本真是 用 飢荒作為一個武器 迫 加薩人民 離開加薩地帶 使得 整個加薩 再沒有 巴勒斯坦人 在這裏 大家知道 這是 非法的 在 利亞國的角度來說 但是 很明顯 以色列知道 現在 美國政權 拜登的政權 剩下10個星期左右 他捱過這10個星期之後 就會有一個相對 對以色列 友好的總統上場 我們知道 在以色列的 手上 拉大亞胡 在聯合國 開會 說了話之後 飛了 去 加利福 去了 Florida 去見 當時 還在參選 的 前美國總統 川普 之後 川普 選 選賭了之後 聽聞 差不多每天 都會跟 拉大亞胡 通電話 聽說話說 以色列 現在 會在未來 這10個星期左右 可能 會盡力 將加薩地帶 加上的人民 加以最大的壓力 而 有消息 說 川普 想 拉大亞胡 加薩地帶的戰爭 在他上場之前 結束 結束 會不會 跟結束之前 到底 加薩地帶 是怎樣 我之前的視頻 都說了 其實非常 擔憂 但奇怪 就是 剛剛過了這兩三天 聯合國 各國 在安理會 代表 似乎 統一了陣線 就強力地要求 以色列 要遵守 聯合國的 會章 也都 我們知道 就是 聯合國的人權 專員 也都說出來 認為 以色列國家 在聯合國的 會員之間 是有所 遙動 而在阿拉伯國家 剛剛開完一次 阿拉伯會議 包括 馬來西亞 的 首相 在會上 呼籲 要將 以色列 趕出 聯合國 如果將 爛仔 趕離開了 聯合國 可能使以色列 更加 為所欲為 到底這個情況 我們不知道 但是 很明顯 在阿拉伯國家 或者回教國家 集團裏 就非常不滿意 以色列 這是必然的事 而 奇怪的是 在聯合國安理會 都會出現了 這麼大的聲音 在這麼大的壓力之下 以色列會不會 在未來10個星期 明知拜登 就會下場了 真的改善 在加薩地帶 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 我覺得不會 但是 拭目以待 當然大家都希望 加薩人民 可以 有一個好日之過 但是 未來這10個星期 是怎樣 大家 唯有 拭目以待 看看事情的發展 有的 我是 有的 人